早晨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命的新闻报导 我是各位的节目主持人李家超旁边的一个人 今天就是年初三赤口跟大家拜个年 希望大家今年平平安安 最重要是事事顺心身体健康 家隐和睦 这个我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年 发现人生最宝贵的几样东西就是这些 话说香港就年初二晚上就有了个烟花会演 慶龙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欣赏 小弟恰巧因为要去studio的关系 经过他们会去观赏烟花的路程 发现极多大陆人 即是那些人已经大陆到 是他们不用出声,不用说普通话 我都已经从他们的外貌和衣着打扮看得出 哇,这里那几十万个看烟花会演的人 全部都是大陆人 他们不用回大陆拜年吗? 即是他们不用留在大陆那里 大陆例示拜年,过年 怎样来了香港呢?老爆,想不明白 Anyway,促进香港经济 正所谓,早几年香港的旅游业 很多都是依靠大陆人去撑起 亦都一如大陆的游客说 没有我们啊 不不,他们不是说广东话的 没有啊,和文中国人啊 尼文香港啊,死人了 即是这样的意思 正当香港初二的时候有了烟花会演 其实广州大年初一都会有烟花会演的 不过神奇的地方是 如果大家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红书了 我真的没有的 所以搞到我真的不知道 怎样找到影片的资源回来 但是上Twitter呢 还是上香港Google的网站呢 都闲见,即是很少见的意思 是关于广州烟花的新闻报道的 那为什么呢? 话说广州烟花他们做了一样 都蛮有趣的措施 就是做一个烟花会演的预约 提早给公众去预约 在一些特定的地方欣赏 广州政府这个发炮的烟花 在农历大年三 不是不是不是 在年初一之前几天 其实就已经公布了这个 预约的人数 是和结果的了 但是呢 他们最狠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大部分预约的名单 都已经是事先被人霸佔了 这个也算了 去一些远一点的地方 人们都想着 喂大哥 你不让我去指定地方看而已 那我远一点就站远一点 可以了吧? 好像美斯来香港 我进不了去大球场看而已 我上山望下来可以了吧? 啊 怎料中共真是好事 中共有一个很厉害的做法 喂大哥 香港不是有水马 他不是用水马 他是用那些布 好像 现在加斯的袋子 那只布 两三米高去挡住所有风景 是的 然后呢 一定的 就是叫做一定的范围内 全部布满了公安 城管去挡住 你想刺个洞刺穿他去看 就立刻犯法 立刻抓你 是的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呢 这个 中国是要用这种 这么夸张的手段 去限制住 这个 这个 看烟花的人数 其次呢 就是 其实去年年尾 已经说了 全国是放宽禁言令的 所谓禁言令 就是禁止 炎点炮掌 和烟花之类 这些 具备一定程度火弱的 娱乐 娱乐用具 去年年尾 已经说明了 会放宽的 所以全国 其实也有不少地方 是可以 燃点这个 烟花的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 是 嗯 怎样说比较好一些 我们是对人对事的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人的价值 是要见过这件事很多的 所以呢 正当 一些人口比较绸密 又或者是比较繁荣少少的城市 是禁止别人去 去点烟花的时候呢 接着就被人发现呢 北京差不多整个城市 全晚都在那里疯狂放烟花 明明是望下去 不是啊 那个区是一定不能点烟花的 照爆 那当然啦 人家北京 那句话是什么呀 什么京官三品大 还是什么 但是我现在先搜索 喂大哥 人家住北京啊 住中南海啊 那张身份证啊 都已经是 高级过你啦 你还在这里说 人家北京人 上海人 都已经是 再高级一点啦 以前已经有一句说话叫京官大三级 看来 连北京人 和其他全国家的人相比 都是高三级的 真的好三级啊 这件事 就是这样 那还有什么新闻说呢 还有另外一单新闻 非常有趣的 这个马来西亚的过王王明志 最近有一首歌 就是叫做《龙的传人》 中间呢 有一段呢 是 是 是有我们伟大的 集总书记呢 是跟他 一起rap的 是的 那当然不是真的 阿集大大啦 而是 而是 就是 好像是电脑合成的声音 还是不知道 是真的 有一天唱我这个 无心去研究吧 但是整首歌呢 他都 虽然很起庆 好像那些贺年歌那样 但是那些 歌词的内容呢 全部都是串中国 串中国人 串到他们爆的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可能就是 在流落他乡太久的人 就是 外国庆祝农历新年呢 有些人就 哇 大哥 我们新年流流 我们又没有火龙啊 又搞那么多 这些中国传统的庆祝活动 我们当然要点手 《龙的传人》 啊 谁知道 就跟香港去找香港国歌一样 找了荣光 想找王力云手 《龙的传人》 找错了《王明治》那首 然后呢 外国那些人呢 不知道为何 他们的脑珠不倒 就是思想太固化的人呢 他们第一次听《龙的传人》呢 他们不就是《王明治》那首啦 他们不知道原来是串着他们的 或者串着他们心爱的祖国 爱国的那些 唐人街的贺年活动呢 他们很开心 一直在那里 没有火龙啊 整群人一起庆祝啊 后面在那里 和王明治那首《龙的传人》 然后有人拍上抖音之后 被人封 哎 我现在才知道呢 原来是中共呢 《龙的传人》这首歌呢 原来是大陆的禁歌 已经 先说回先吧 刚才有说到 大陆有一件事叫禁言令 其实呢 这里有两个都挺大的文章 是想说的 可能也有少少改变大家 对一部分大陆人的看法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禁言令其实日子不短 日子一点都不短 说的是大陆人都是很温存的时候 就已经禁止燕点烟花和炮掌了 但是 其中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就是 因为 皮人 即是小弟 在好几年前回大陆拜山的时候 是很奇怪的 他们拜山也是要点烟花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庆祝 但是不同地方不同习族 当时有公安 趁着清明重阳的前后日子 会检查车的 经过的车辆 就是看他后尾箱 有没有摆到炮掌 所以 其实这个禁言令 就不是因为我以下来要说的那两件事 而出现的 我个人想说的那两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在香港 在香港的政治气氛最刺热 民众最激烈的时候 其实在广州是有一帮人 是为了呼应香港的运动 是用烟花 是用炮掌 去攻击一些 当时香港民众认为是敌人的人 我尽量说得软转一点 我不想犯犯 怕坐牢 新年流流 那些东西真是很不努力 当时是被某一些大型的论坛 形容他们做广州手组 广州用武 我这一件事 为什么想说出来呢 就是 我是很明白 我自己也有看《进击的巨人》 我也是很深感受 就是 为什么艾伦到最后要发动地名 直到所有敌人被殲灭为止 之前他也不会停下他的脚步 我绝对对这件事是非常深感受 对于男主角的代入感也非常强 但是 原来 在香港 慶合合的时候 在某些地方 反动意识都很强烈的周边城市 原来他们都慶合合的 第二单新闻 就是关于白子革命之后 在白子革命之后 其实是大陆发生过一单很短暂 白子革命是前后7天 但是接下来的那个运动 他们有些人形容做革命 我会觉得时间短到算是运动 那么 是维持了一个好选很短的时间 叫做烟花运动 那是什么呢 就是白子革命之后 大陆的公安和官方 害怕他们吃着白子运动的势 就在大家农历新年 这些喜庆的日子 用一些具备杀伤力武器的烟花和炮掌 去攻击一些官方的人员 所以在某些地区 包括河南在内 是养成了冲突 当然 这个 其实 对中共来说 是很小事 甚至对香港人来说 也是很小事 因为 大家都知道 这些大陆 作为一个被 被独裁的政权统治得很久的人民 其实他们对于苦难的容忍程度 是真的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这些是雷声大雨点少 所以一下子就完成了 这个所谓的烟花的运动 全国都很厉害 全国国地是完全不怕中共的这么严令 一起去放烟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的气魄现在不没了 不知道为什么 包括河南的民众 他们和警方发生激烈的冲突 甚至是 推翻警车 江苏 和南京 有大批民众 朝向孙中山的铜像献花 希望用行动抗议中共的暴政 这个不是我说的 在新闻报道说的 无论到 人家是因为 怕你造反 而禁你 禁你点燃一些 具备渣药成份的用具 结果人家现在放宽了 那 但是那群人的反抗就是 有没有搞错啊 不让我看烟花 说完这个之后 再说到最后一件事 就是 这个应该是昨晚直播 但是忘记了 这个就是 Year of Lone 我们今年就已经 农历的新年 以后 农年都不能够 Year of the Dragon 我们要用Year of Lone 大家 我觉得 在这个政局和时势 信息万变的 那一个 环境 大家对用字 是要用得很精准的 例如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今年是Year of Lone 因为今年的 楼市股市 都很大机会 会炒孔 哈哈哈哈 那 其实呢 这个是说笑 虽然未必大家觉得好笑 但是呢 我形容 是 嗯 本身呢 现在那些大陆人的说法是 你 Jagun是英文来的 那鬼佬的Jagun是有译的 是一些 勇者斗恶龙来的 是的 就是屠龙者忠誠恶龙的 就是龙不是一个好的寓意来的 是的 如果不是 就不会有一套电影叫 旋龙 那一套是什么呢 旋龙少年 还是什么 死了 我都不记得了 唇龙高手 是的 唇龙高手 是的 所以 我们中国的龙是岁兽来的 是皇帝来的 你看看 青龙、应龙、黄龙 再差点有狡龙 那我们这些是能够呼呼喚语 是能够代表一个 福岁的一个象征来的 那怎么能够用鬼佬的Jagun呢 所以我们今年呢 就要用Lone 我们要说是Year of Lone 所以就 我未去到一个极点是说 呃 即是有一些评论员就吹到很大的 就是说 哎呀 你把这个洞取代了Jagun 那其实就反映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要建立中共的用智 建立文化自信和去英语化 比利伯拉 说到好像这件事是一个文化革命 一个叫做文化上 一个形式主义上的倒退 叫做进一步 迎来锁国的开端 即是他们是很厉害的 对于Jagun和Lone 这种改变用智 我真心觉得呢 是的 对家是绝对想 用劣币驱逐良币 用空间换取时间 这一句是没关系的 即是他用足够大的数量 和足够简化的文化 去取代我们原本的那一件事 那对家一直在做 但是 所谓的Year of Lone 和Year of the Jagun 那是不是真的大祸到 会令到香港人就说 好吧 既然李家超 又少人得知 说得那么开心地 说洞来洞去 那我就跟着他说洞去洞去 即是我们香港人不会 即是我们到最后 我们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的 即是我们不会这么白痴 说白一点 即是 所以这件事 可能长远会有一个影响 但是 对真的还留守在香港人 坚持的那些人 还有没有影响呢 我都挺肯定 这件事的影响不大 是真的不大 除非 这个只是一个开端 而在这个开端之后 有没有其他 一些比较 我们常用惯用 甚至香港 才有的用字 让官方用一个 一锤定音 一刀切的方式 逼我们 去改变一个 做法 用法 去用一个大陆的拼音 去说一些大陆的说法 如果不是 Ear of Loan 这件事 一个大陆的语音 是不是真的 很大问题呢 我自己是真的不觉得的 但是 我们也要有一个觉悟 我们要有一个提醒 就是 万一这个是一个开端的话 我们之后去如何应对 对家的那个文化 发动的攻势 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 有一定的能力 有一定的见识 学识 我们才可以抵抗得到 如果不是 就会出了一帮人 要么就极端到觉得 这一件事呢 就是 啊 习大大下令啊 要把Jaggen和洞 调转啊 1984杀到来啊 这个就是1984里面的新词啊 要我们遗忘了Jaggen 遗忘了英文啊 以后我们只会说洞来洞去啦 即是極端到这样 再不是就是 完全无感 就说 哎呀 洞啊 就当然 对啦 Jaggen啊 鬼佬龙来的嘛 有翼的嘛 我们中国龙 武翼都懂得飞的嘛 即是 再不是就是另一边 即是我们 我们一定要折冲多一点点 又或者忠狠多一点点 我们要知道对方做什么 以及我们要有能力 知道对方做这件事背后的动机 我们才可以有能力去应对得到 就是这样 今次的新闻报道就来到这里啦 非常之 多谢大家听到最后的 再一次呢 是感谢 喂 不是不是感谢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支持啦 也都趁着今年 现在六的时候是初三 上的时候应该初四啦 希望大家不要初四这样的样子 今年龙年平安信心 身体健康 是啊 就是这样 那 小弟呢 亦都开了这个会员 是的 在资讯栏 就会见到啦 那如果大家觉得 我呢 说得不错 想请我喝杯可乐 不妨加入会员 都只需要10元港元而已 每个星期六晚上 9点钟 我们都会有时事周报 跟大家分享香港的 香港的时事和新闻 政策研究和国际局势 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现在我们下条影片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